圈蓝色海底眼前出现庞然大悟 是惊呼也是赞叹 因为这只非常特别 野生鲍鱼类的金沙又有豆腐沙的称号 难得在台湾献中教练兴奋到一上岸 就赶快把画面传给爱好潜水的爸爸分享 有人在讲嘛 说这个跟动特讲 基本上是一样的幸运 17年潜水经验就算隔着荧幕 看到金沙还是一样感动 这回海中温柔的巨人 就是出现在蓝宇机场外交海域 也是他们疫情降级后第一次下潜 不过这头金沙提倡只有4公尺 还算是小卑鄙 大型的甚至可以达到18公尺39顿重 爱潜水的人总是喜欢看到他 所以我们就会花很多钱 跑到全世界很多 就是他们保育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到他 过去为了一堵金沙风采 潜水爱好者还特别飞到加拉巴哥群岛 其实金沙属于回游性的鱼类 会随着洋流觅食繁殖 台湾也是在他们的中继站之一 在墾丁花莲七星潭都曾经出没过 只要学会尊重大自然 看金沙也不用大老远跑到国外 TVBS新闻 刘静元 张远柯 台东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